大家好,欢迎收看《儿梦阿姨》,我是J 时空旅人的话题屡屡被议论 关于穿越的事实,你相信多少? 关于穿越一直都是许多科学家研究的课题 尤其是时空旅人出现后 让许多学者对于这个现象更深入研究 而许多电影也纷纷以穿越 时空旅人当作电影主题蓝本 真也讲过这类型的话题 时空旅人所讲述的步伐都是未来的世界 于2021年出现一位自称来自2027年的时空旅人 声称自己处在6年后的西班牙 是全球唯一幸存者 并公开当下地球的样貌 这名名叫哈维尔的2027时空旅人 说自己从医院苏醒后竟然穿越时空 当他走出街道想看看发生什么事 却发现和医院一样荒凉 就连一只麻雀都没有 他在TikTok和IG建立账号唯一的幸存者 开始在空无一人的城市中 记录关于自己生存的影片 并上传在社交平台上 于2027年2月13日 哈维尔发布了一支影片 片中他身处西班牙的巴伦西亚购物中心 沙滩 街道等都不见任何人影 他大胆猜测人类已经灭绝 哈维尔称这是人类末日 根据英国The Sun报导 哈维尔一连发布了多支 关于2027年的未来影片 所有公共设施 地铁站 商场都渺无人烟 唯独四周电力依旧正常运作 仍然可以连接网路和无线电 还有上传短映 一阵子后吸引了130万粉丝 及超过720万人的点阅 惹来不少热议 哈维尔解释 所有电子设备都与2021年完全相同 但现在的日期却是2027年 同时声称自己困在2027年 希望各位网友可以想办法帮他回到2021年 他还提及到 我一直努力寻找人类的生活 但开始失去希望 今天我终于找到食物 不知道能持续多久 可见他对于目前的情况感到不可思议迷惘 相信2021和2027有某种特殊的连结 引来网友极大的回响及质疑声 影片开始被质疑造假 哗众取宠 大众认为只是疫情影响 所以路上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 把防疫宵禁当成时空旅行 再修改显示时间和日期 还有人质疑说道 如果没人 沙滩上怎么会有脚印 商场应该布满灰尘 但在拍影片证实自己所说不假时 哈维尔也同时一直不断接受网友的挑战 包括走入营运中的医院 超级市场 动物园的地方 甚至进到警局绕一圈 而每一条影片都看不到任何人 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网友相信哈维尔并帮忙想办法 叫他可以尝试回到医院睡觉进行多次时空穿越 叫他不要放弃 会一直等待他的更新情况 而困在2027年的哈维尔回想起自己好像在做一个秘密实验 但又记不太清楚状况 哈维尔收到一封信件 内容指一群人在建造时空机器 但因为机器故障 导致他被困在2021年的平行宇宙里 而哈维尔可以与2021年的人们有互动 但找不到回来的办法 哈维尔的行为引起当地电视台主持人的关注 主持人把一本书放在电视台的角落 要求哈维尔把书拿走 没想到哈维尔真的成功把书拿走 事后主持人只自己在CCTV内 看见一道诡异的黑影 不过不少人都不相信这件事 认为是某些团队在炒作 有网友发现哈维尔在每次拍片时都只露出手部 并没有真正的露过脸 更发现每次露出的手部都不太一样 让不少网友相信哈维尔的拍摄目的 只是一种病毒式宣传方式 以神秘学相关在网络上疯传 让全球的人对于西班牙有更好的认识 对于哈维尔事件大家怎么看呢 不过有一支关于1995年知名拳击手 麦克·泰森拳击赛的影片引起了议论 原因是网友经见影片中被拍到一位观众 疑似手持智慧型手机进行拍摄 据英国媒体报道 这支1995年的全赛影片中 可以清楚看见坐在前排的一名观众 在泰森准备开打时 手拿着类似智慧型手机的物品进行拍摄 但第一支照相手机是在2000年才出现 影片清晰的证据再次引爆时空旅人的争论 除了泰森拳击赛片出现的时空旅人之外 有名网友分享一支45年前的老旧影片 内容为20世纪的摇滚巨星猫王艾维斯普里斯莱 1977年6月最后一次公开演唱会的珍贵历史画面 该名网友表示自己细看后发现台下有名女粉丝手上 疑似拿着黑色长方形智慧型手机的物品 在录影和拍照 便将影片上传至美国知名论坛Reddit 标题为猫王最后演唱会上的时空旅人 引起其他网友轰动 不少人都相当好奇影片中的女子是否是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听猫王演唱会的未来人 纷纷表示 确实看起来很像在能随手拍照的智慧型手机 如果能穿越回去看猫王现场表演 是我也会带上手机录影 不过也有网友猜测 女子手中的物品应该只是烟盒、果汁盒 或是某款老旧旧型的柯达相机 但该说法又被其他网友反驳 指出女子手上的物品看起来有镜头 与旧式相机的镜头位置设计不太相同 当年的旧式相机体积很大 不如现代的相机轻巧迷你 因此女子手上的绝对不可能是相机 另外有网友留言笑称 即使该名女子手上拿的真的是一只手机 她也无法打电话上网 毕竟在当时根本就没有手机的讯号 还提到周遭的人们之所以没有被吓到 是因为相机在当时已经问世 我敢肯定现场的观众就算看到它 也只是会觉得那只是尚未发表的新玩意 而且他们当时正在看演唱会 比起先进的东西 观众可能更想看着眼前的猫王 有关时空旅人拿着智慧型手机的话题 在国外有队兄弟发现了祖父在二战时期的一张旧照片 照片里的祖父里似乎拿着一部iPhone手机 让他们又惊又喜 怀疑祖父就是时空旅人 他们也将画面放上Toto分享 吸引近16000人按赞 并称他们的祖父就像漫威电影宇宙中的美国队长 画面中可见 一名年轻士兵右手提着水桶 左手则拿着一个长方形物体 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可以用来拍摄和录影的iPhone手机 而这张黑白老照片正是二战时期所拍摄的 让他们惊讶之呼 原来祖父是时空旅人 画面曝光后 引发网友们留言热议说道 这看起来不像iPhone 这是一面镜子 通常用来发送摩斯密码 均用T恤镜 士兵肩上披着一条毛巾 及提着一桶水 香烟 镜子或罐头食品 我敢肯定这是镜子 因为我父亲用过类似的尺寸 不过也有网友支持两兄弟的说法 我们今天使用的所有技术 都存在于数千年前 长方形的反光物体一定是手机 还有什么东西是长方形又会发亮的 而在英国有名女子利安卡 分别在2009年与2018年 在同个路口被Google街景员拍到 甚至站在同样的位置 当利安卡的丈夫李查德把他被Google街景拍摄到的照片传给他 见到他于2009年4月站在一处路口 肩上背着包包 手中拿着一个袋子 起初以为是老公要调侃他被Google街景拍到 但这时才知道原来2018年8月他也在同样的位置被拍到 巧合的是他站在完全相同的位置 同样肩上背着包包 手中拿着袋子 等于他时隔9年在两张照片中 唯一不同的地方只有身上的衣服与鞋子 利安卡透过社群媒体提及此事 直说这是十亿分之一的有趣巧合 我就像被时间冻结一样 站在同样的地方 肩上还背着包 有人说我是时空旅人 看到大家的反应蛮有趣的 不过利安卡并没有出现在2020年9月拍摄的最新Google街景中 因正值新冠疫情期间只能远端办公 如今他已恢复每周两天到办公室上班的日子 他透露如此有趣的巧合让他每次经过路口时都会露出微笑 更开玩笑的说时尚品味也大大进步 再也不会穿上2009年照片中的衣服 关于穿越和时空旅人 J已经完全不惊讶 感觉现今就算突然有个外星人跟你say hello 好像一点也不奇怪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聊的事件 有没有其他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是J 我们下次见